嗨,大家好,我是榴莲到Gear,榴莲哥阿易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热门的话题 马来西亚榴莲和中国海南岛榴莲的竞争 在邻国,比如越南、泰国和菲律宾榴莲截起的背景之下 马来西亚果农是否能够拓颖而出呢 这不仅取杰于果农的努力 也取杰于马来西亚农业部和政府的应对策略 有人担心,未来的几年里 马来西亚榴莲的价格会大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马来西亚榴莲,尤其是猫山王 以独特的口感和浓郁的香气闻名一世 上期以来,马来西亚榴莲在国际市场上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深受榴莲爱好者的喜爱 然而,随着海南岛榴莲的崛起 马来西亚的市场地位面临挑战 在我过去的视频中 很多粉丝都说中国投资的项目很强大 我们是否有应对的策略呢 还是眼睁睁的看着这块大蛋糕被海南岛抢走 海南岛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种植经验 近年来其榴莲种植业发展新闻 海南岛榴莲的品质也逐渐获得市场的认同 成为马来西亚榴莲强劲的竞争对手 这种情况使到马来西亚果农和政府 重新审视他们的种植和销售策略 2024年马来西亚新政府开放旅游业 引起中国和一些国家的游客享受落地签证 许多游客可以自由的来往 马来西亚品尝最新鲜的茂山王榴莲 六到七月是马来西亚榴莲的旺季 个人认为政府做得非常不错 许多直飞航班从中国飞往马来西亚 吉隆坡国际机场和槟城国际机场 为当地商家创造了很多机会 面对这样的竞争 马来西亚果农需要不断地提升榴莲的品质 采用更加科学的种植方法 同时马来西亚农业部和政府 也应该加大对榴莲产业的支持力度 推动品牌建设和国际市场的开拓 通过学习邻国的成功经验 优化销售起到 马来西亚的榴莲产业 完全是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拖颖而出 在1990年初 中国的经济相对落后 而马来西亚政府的某些措施和政策 遥遥领先 但20年后 马来西亚在某些方面 已经落后30到50年 这说明了我们需要不断的前进 如果马来西亚政府能够和中国政府合作 将猫山王榴莲推向全世界 那将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总的来说 马来西亚榴莲面临海南岛榴莲的挑战 但这也是一个提升自我的机会 如果果农和政府共同努力 马来西亚榴莲依然可以保持 在国际上市场的领先地位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马来西亚榴莲 一起见证它的辉煌未来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评论和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